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接下来我们就要运用到粉饼这个工具了 粉饼呢会有很好的补妆效果 但是记得在补妆的时候千万不要直接拿海绵 沾着粉饼就往脸上擦 因为它很容易擦得不均匀 而且会让你的地上看起来一块一块的 那所以记得一定要用一个大刷子 均匀地去刷取你的粉饼再进行护装